歡迎收看Dishonored傳奇刺客二文錄第十七集 上一集我們救回自己的手下 剩下最後要做的事就是和闖進的OVERSEER決一死戰 他會發現死屍 不要滾下去 剛才樓下的OVERSEER說是制服他們 但是... 丟這位置會聽到的 他說... 審問那些人 肯說那些更恐怖 不肯說那些什麼意思 說了什麼 這裡有很多書 但是這些書呢 我們好像看過 這裡是說皇家護衛 但是也是歷史上首次 那個皇室人員 是被皇家自己的護衛殺 就是說Clawful的故事 這個呢 講Rushall Chamber of Commerce 就好像上一集已經看過了 講這個商業區怎樣在水浸之後 就馬上那些人走光 那些財產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關於女王Jasmine 講Clawful家 原本就不是正式的皇位繼承人 但是上一代 就是... 燈和這個上一代的皇帝 沒有...沒有後裔 所以就... 將那個皇位傳到Clawful家 那... Jasmine阿爸那的時候 都... 那國家幾不錯的 幾繁榮的 但是到女... 執政的時候呢 就不太好運了 因為在... 就是Jasmine女王的執政期間呢 就有一些... 政治的問題呀 也都有... 鼠環的問題就不是任何一個皇帝或者女王 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有準備得到去應付的問題 這個說的Light侯食也是在Dishonored最後那關的King Sparrow Island上過一個燈塔 之前有一個事件叫Morley Insurrection Morley那邊似乎有個跟燈華有些仗打過 那時候就在King Sparrow Island那裡開始建了一個給海軍用的碼頭和一個堡壘之類的 之後亦都Hiren Burrow之前那個攝政王就建議建一個燈塔 讓我們軍隊就更加是一個軍事的要點 而那裡的燈塔由於用這個瓊魚油也是一個科學的一大突破 是Soccoloft的一個偉大發明 這本書有趣一點 講Black Sally其中一個在燈華以前最出名的幫派的老大 其實講Distillery District一個釀酒區那裡 在Slackjaw未掌權之前就是由Black Sally去到看著那個區 而且亦都出了名最凶狠最暴力 在小市民身上炸錢出來的一個老大 跟很多在Morley那邊來的一樣 她是白皮膚、綠眼睛、頭髮非常黑 她說她很早就出道了 她是一個小女的時候 她已經 或者是一個少女的時候 就已經憑著她的外貌 就迷到很多男人 就引她們 她的後巷 一邊就 少女藏刀 另一方 就一刀就刺刮她 然後她就拿了錢 就在那個人都未斷氣的情況下 就已經走掉了 而當她成功成為一個幫派老大之後 就更加變滿加厲了 是在燈和裡面這麼多這些流氓派別裡面 最惡的一班 她的組織就什麼都有做的 由走私啊 至到那些什麼 嫖妓仔 槍妓應該稱之為 對 她甚至說跟那個整餅公會 麵包師傅那裡都有些關係 就是樣樣都很棒 直到有一個人 City Watch的隊長 Jules Robin 立世要阻止她 她又追尋了 Black Sally 追捕她 追捕了五年有多 Black Sally 終於如何落網的呢 就是當 Robin 跟她的手下 點著了一些 會噴出煙啊 會著火啊 這樣的木桶 就 放在 Black Sally 日頭會拿床的 貨倉附近 那麼 當Black Sally 看到那些煙啊 看到那些火的時候呢 擔心她的貨倉 著火呢 就走上街 那麼 在這個驚恐的情況下呢 那個 City Watch的隊長 Robin 就跟她的手下 就丟網下去 套住她們 然後呢 就用刀用槍 就解決了 Black Sally 和她的手下了 一代的黑幫大佬呢 就此混落了 說Black Sally 也是女人來的啊 好了 Rune 和什麼 我們都似乎拿齊了 和Bone Charm 這樣呢 剩下來的 就似乎是你兩個了 我很想用多一次 Stun Mine 剛才 用來用去都用不到 嘗嘗 嘗嘗 門口還有一個 突然之間有 我省了 怎麼可以引誘你過來 踩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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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試 首先 首先選了 Stun Mine 沒有Hotkey 靜靜地 放在這裡 撿起這個 之後呢 收好你先 然後發出一些聲響 看看會不會引到你們過來 然後就踩地雷 炸壞你們兩個 可以嗎 對呀 值得檢查 過來吧 過來看 過來選 糟糕 懶鬼 又說值得檢查 誰不知都沒有檢查 我先保證 看看會不會引誘到他們過來 喂兄弟 Hello 對呀 有東西過來 兩格 給你兩格 來 來 天啊 兩個懶鬼 怕死的懶鬼 這麼多騙人 有什麼用 好 懶鬼沒辦法 對呀 應該是老鼠姐 豈有此理 浪費我一番苦心 吃速燈 你們兩個 這次試試看 我等 Ball Gates結束 好 這次看看可否使得成功少少少 盜口盜面 炸雲你 然後 勒雲 然後 啊 啊,還要被人尋找 猶豫來玩音樂盒,這裡沒有人了吧,只有你一個 猶豫你這樣,原來那個速德斯的時間,還會扣血 你的音樂盒這麼兇? 我以為令我發術不成功,誰不知 你踩什麼? 為什麼你會死掉的? 不是啊,暈了 莫非這個真的... 錯有錯著,我們剛才沒有回收過 那個Stunt Mine真的打暈了 又想不到事件會這樣完結 那個速德斯的暈的時間這麼短 只是時間讓我暈暈一個人,想暈暈第二個都已經不行了 那有什麼用啊,大哥 咦,Victory Letter,我們身上有封勝利宣言 好了,這個Overseer Leona Hume 就寫給Overseer Pike說 我已經成功佔領了這個Commerce Building,這個商業大樓這裡 一個暫時性的總部就設置了在附近 我的手下呢,也都捉起了很多那些殺手,那個瓊魚幫的人 他們應該會提供很多情報,就是我們敲問他們得到情報啦 我們大鑊全勝在這裡,完全殺我們的對敵人措手不及 我想我們不需要再組織那個更大型的進攻計劃啦 我很肯定Dao之後就會延伸,然後我們就會捉過去了 OK 我捉你現在真的是 這個就是Dao的手記,我們在原本的Dishon 裡面都應該有看過的啦 我在這個地方,這個充滿烏尾的城市,住了18年了 我就殺過很多人的 學者啦,一些戀童的貴族啦 工會的成員,即是商人啦 不忠的情人啦 一些過份有正義感的政客 一些差點錯殺良民的執法人員我都有殺過 殺了呂王,照計又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我會感受到這個將死的城市,全份的重量就加在我肩膀之上呢? Kovo,王家護衛,跟我一樣是來自Circronong這個地方的 其實我應該一早就知道他是來自那裡啦 但是直到我真的看到他的樣子 才勾起我對於家,對於我們祖家的一個回憶 想起我曾經是一個很樂觀的少年 如果我回去會找到什麼呢? 我會不會發現那裡和燈和這裡一樣都是這麼腐敗呢? 又或者純粹因為我自己的心已經變了,才會有這樣的感想呢? Order Counter Attack 我們還需要Counter Attack嗎? 其實我已經一個人搞定了 好了,關於Delilah,Copper Spoon就是Delilah Darl呢,這裡就記錄了關於他怎樣想這件事 究竟這個Delilah是什麼人呢?為什麼人都這麼怕他呢? 很奇怪,一個畫家為什麼會這麼有影響力? 而他究竟跟我的命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命運明明是我自己的,從來都是 那為什麼會跟Delilah扯上任何關係呢? 問題是我實在知道太少了 有些情報呢,一個砌圖的一部分我完全不知道 我想不到究竟Delilah和女王的死有什麼關係 但如果不是有關係的話,就是有些真相在裡面 Outsider又不會故意跟我說的 這件事很困擾我 而我知道那個黑眼的壞人就是Outsider 看到我這麼不安,就會很開心 他明知道我不能忍受不了解的謎團 當我提起Delilah的時候,跟平時有點不同 或許我可以在Billy的反應上有些啟示 因為平時當我跟Billy說話的時候 他多數會有些反諷啊,或一些特別的串髮的轉頭 的東西說的 但當我提起Delilah這個名字 他只是說 告訴我你想怎樣對付他 這樣就算了 在Billy身上來說 在Billy的身上來說 是算一個比較奇怪的行徑來的 如果我找到這個Delilah然後殺了他 那我是不是可以避過Outsider所說的 一個我不可不可逃避的結果呢 又或者殺了Delilah 會把整個城市的問題都淋在我身上 當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會不會看到好像我殺女王時候的感覺呢 我可不可以真的下手呢 就算這個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一定要這樣做才可以救到自己的話 那就是Delilah已經有些殺完女王之後 不是太想殺人 或者起碼對著一個 可能跟女王差不多的樣子的女人 Delilah也不是跟女王好似而已 按照計 怎樣都好啦 我覺得Delilah就不只是一個雕塑家 和畫人像這麼簡單的 當我和Tim那家人 就是上次的姊女呢 和Tim那個任務那裡 見面的時候呢 或者我會問得到更多 但是姊女都不是給到很多情報我 最糟糕之前是 沒鬼用 好啦 另一個Delilah的手記 就是關於BillyLuck 他說BillyLuck很喜歡 很細心地觀察我的 去到 去到想 關於我每一個決定 我每一個行動 都細心研究 都不是一件新鮮事來的 就算是在小時候 他都已經很好奇了 雖然呢 好奇就好像不是一個很適當的用詞 但是近來呢 就似乎更加 更加緊要了 這個情況 我有時候呢 會覺得我 背後有些 頭髮都樹直了 有些毛管凍的感覺 然後就發現原來 BillyLuck在有個屋頂 看著 在附近的屋頂 看著我去做事 那有時候 早上我發現 我有些寫了的東西啊 有些紙啊 有些被人移動過的痕跡 或者翻查過的痕跡 那就是可能 Billy在這裡研究她 她寫過的痕跡 這樣 而當我們做完任務之後 脫下 面具的時候呢 Billy就會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從一些很奇怪的角度 跟那個任務無關的 或者跟我們要刺殺的目標 那些都無關的 問題是關於說我 怎樣去想 一些各樣的事 關於我對於某個 目標人物的 覺得去怎樣 有什麼看法 這樣 是很古怪的 我值得留意 這件事 是另一個我想不明白的事情 另一個謎團 我的每一個手下 就是那些瓊魚幫的人 都是很棒的 因為他們都會得到一部分我的能力 因為這個Outsider 給了能力 DAL之後 DAL可以分牌給她的手下 但是Outsider's Mark 就是她手上的印記 都是很神秘的 都沒有人解釋到 也都不是我控制到的東西 那留在我身邊的手下 都會得到 我的一些神奇能力 就好像Blink Wall Gaze那些能力 但是就 不是個個都會得到 一樣那麼強的效果 那些不是得到那麼強的效果 我就會叫他們 訓練多些 用刀用劍 用十字弓 或者用毒 這樣 人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 就已經殺過很多目標 阿B這套 從來都是 學習很快的一個人 但是他 一直都跟其他人 就 有個距離 對其他人比較冷淡 不埋堆什麼的 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一個什麼問題 只要我給他 命令 是有實行 就可以了 但是 現在就提及 BillyLuck的性格 各樣 是怎樣 BillyLuck 我們之前就看了 BillyLuck自己寫 關於 Dao的一些紀錄 就是他怎樣 小小就看他 跟著跟著他 這樣 現在呢 就看回 看回 Dao寫 BillyLuck 好 那我們 那外面 就有一群我的手 在等著我 出去 反擊 箭大 其實我已經 一個人處理了 你們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表現的機會 我帶來這個OVERSEER 出來給你們看 喂不用了兄弟 我一個就搞定了 這樣 我想看看Journal 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 就沒有了 regroup 跟著order counter-attack 反擊 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大家 就是 準備了這麼久 出去找他們先 我也要 不要那麼失威 就這樣跌死好 我之前說 水泵的問題 我找不到有什麼 特別的地方 可以搞水泵 或者什麼 這樣 水泵的問題 可能是 原本 Dishonored 哎呀 對不起 我暈倒來 對不起 那個問題 水泵 可能是原本 Dishonored 看的 根本不是 現在看的 即是被 Kawful潛入 的時候 的一個 線索 如何可以在地下水道 進來 我都不記得了 好 兄弟們 哎呀 好 兄弟們 哪裡 這裡 我們下一步 怎麼做 叫他殺死聖餘的 OVERSEER 還是捉了其餘的OVERSEER 喂 如果這麼容易 說他下命 你們去捉他 捉到 那就可以了 剛才我們原本的那群人 就不會 下網 捉吧 不過都沒有剩餘的 其實 捉得多少 他們的計劃失敗了 有沒有影片看 有沒有我們的英勇行為看 對了 沒有事情要做呢 你們發現兩個人坐在那裡就算了 對了 他們的頭都已經在我手上了 有沒有搞錯 這個是那個頭來的 對了 但名字都沒有了 但這個有面子是他來的 先看看Journal 有沒有特別的事情要做 Mission Crew 似乎就沒有了 兄弟們 還有幾個剩下 好 好 我們救這幾個 就捉到那些人 這是我的 fault 我告訴Delilah 我們在那裡 她想我轉向你 蛤 但我無法通過 狠狠 喂 Delilah 她本來想買通Delilah來背叛我 但Delilah不肯 她說 Brigmore Witches就是去了團隊 原來是這樣的 什麼樣子 原來是B啦 你不想看我的瞬間 然後拿到你的位置 我移動太早 你不是很弱 像我以為 我只是抱歉 我沒有選擇一個更好的友人 Delilah聯繫了聯繫 我以為 我們三個之間 我們會讓你死亡 我們可以罷了那些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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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三個之間 他們本來是三個之間 我生命是死亡 我生命是死亡 我殺我 這不是跟我們 Korvo 殺不殺Darl一樣嗎 我殺你 我殺你 你殺你 我殺你 我殺你 你殺你 嗯 嗯 好了 我剛才很認真地 停了一段錄影 回去看多一次 她剛才那段對話 才確定沒有理解錯 才回來決定 BDL的生死 的確 BDL是說 Delilah聯繫 找她 跟她夾手 希望她會 背叛我 然後背後捅我一刀 因為BDL說 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之間有個理解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說我 就是Darl 和BDL之間 有理解就是說 當我看到你軟弱的時候 就 在適當的時候 我就會取代你的位置 這樣 但是 我估計錯誤了 我的行動太早了 你也都 不是軟弱 所以我就失敗了 我唯一 就是 抱歉 就是我找的 找的 盟友 實在 不像樣 其實 她這裡 Delilah 甚至 約了 OVERSEER 來進攻 這裡 我打算 三路 呂應外俠 去對付我們 對付 DAL 或者對付 琴魚邦 但是 OVERSEER 又是 索托飛人 又是太快 預先了行動 所以 BDL可能 但剛剛 OVERSEER HUM 又是太過 G1 班 隊友 又不跟計劃 太早就行動 所以 整個計劃 又失敗了 但我們還未知 Delilah 為何想我死 她只是說 怎樣也好 就算這次殺你不到 Brigmore Witches 都會拿你命 即是她那班 Brigmore Witches 她那個 團隊 跟她的女巫 不知道是甚麼人 其實究竟 還有為何要殺我 都是不知道 我也說 你老早 應該 聽到 認識我的名字 那天 就應該忘記了 不要管那麼多 就 甚麼事都沒有了 但現在我追查了下來 似乎她就要殺我了 但最後呢 Brigmore 雖然有想過 做了這樣的計劃 但最後都沒有下手 沒有這樣背叛我 她說 呃 思前想後之後 覺得 DAR 不值得這樣被人 出賣 所以她就沒有實行到 最後這個計劃 沒有說 呂應外合 這樣背後捅我一刀 但是呢 她始終都是叫了 就是 跟了 DAR 合作 而引致到 雖然她不是主動 不是Brigmore 自己 通報給OVERSEER 但是她也是有份 在這個 密謀做法的計劃裡面 所以她現在就 任由我處置 當然 你跟了我這麼久 最後也都 沒有下手殺我 我當然就放過你 我給你 你生命 嘩 二話不說 她說 我不殺你 就離開這個城市 那她就一下 就說走 就走了 事情都不多說 不過我們相識這麼久 可能都不用多說 說回Brigmore的背景 八歲的時候她想做船長 但是 自從結識了我之後 就 想做殺手 她從我這裡學習 但看到我好像變得軟弱 就想取代我 一個尖角 她あぁ會得 在暈 oll 她會讓一天 她傾いて mental犯 籃 快樂 又會和 絕對 一日 忘記 在Twowald 一日 她就是 說 會令她回課 出市場 終於當 就算 NONE 又 然後怎樣摧毀了 但始終有一部份人會記得我這個故事 就是殺女王的殺手 以及放過了背叛我的人的頭 好了,我們完成了 似乎這關是不是最後了 我們完成了沒有東西要拿什麼都沒有 然後沒有殺到人,沒有殺到平民 被人發現了屍體六次 或者一些被撕下的人六次 沒有殺到任何人 但可惜是否最後被人發現了 就是那個速德斯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那次 但總算是 Low Chaos 好了,這個DLC似乎也完成了 Life of Dunwo 只有三個短短的任務 還有一個DLC是Break World Richards 我們會...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完成 我下載這個故事都... 我不知道了,這一段就叫做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跟Delina 算上那筆帳去呢? 但是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Life of Dunwo這個DLC 對於之前沒有看過Dishonored的觀眾 一定是...不吸引的 老實說,玩起來...我玩了一半 我開始覺得... 它是做給真的很喜歡Dishonored的玩家去到... 去到玩的,簡單來說 它玩遊戲的內容不算特別出眾 不算特別豐富 但是它有很多部分其實是講故事 我覺得你見到很多很長的書 填補一些在Dishonored內 裡面沒有講過的一些空白的內容 空白的地方 也都...即是加強了很多對阿Dao這個角色的描寫 基本上 那...所以呢... 若果你說你... 之前... 沒有看過沒有玩過Dishonored 或者不是好像我自己玩了 拍了整個六十集的內容出來 那麼有印象呢 作為一個觀眾呢 看起來是... 不吸引的 我覺得... 那...所以說未來的BREAKMORE WITCHERS 大家還會不會想看下去呢 我就真的很... 嗯... 很誠意啊 這件事 當然始終會有些觀眾是對這個系列 或者對這個故事想知道下去的 我也都會很想知道下去 但是... 如果拍出來 讓觀眾看呢 可能又... 普遍來說 就是... 大...大部分的觀眾呢 都應該不會覺得太吸引的 所以呢... 我又... 好像... 不是有很大的誘因去拍攝 那... 大家可以給一點意見的 我其實... 譬如玩到最後這個章節呢 我已經盡量盡量把那些... 書的內容呢 簡化得很厲害 將個... 呃... 除了一些比較重要的 一些... 講DAR 講BD勒 這些有趣一些 一些角色 或者Black Sally 我覺得比較吸引的 我講得比較詳盡一點 其實講歷史啊 講背景那些呢 已經簡短得... 非常下的了 那我不知道Brigmore Witches 會不會有更多這些故事要講 因為Delilah那部分呢 整部分都是一個謎團 我們完全不理解 那...可以想像 Brigmore Witches 應該有很多蝙蝠呢 是會花在去 要解釋這班 所謂Brigmore Witches 究竟是什麼人啦 相信他們也是有Outsider 能力的人來的 但可能整班都是女人 呃... 躲在... 躲在Brigmore那一頭 所以就被稱為Brigmore Witches啦 那... 但為什麼他跟DAR 要... 要你殺我我殺你呢 究竟是Outsider在整件事那裡 又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我們就... 不玩過就不知道了 那...講到這裡呢 那...這個系列也都... 叫做... 又是一個... 沒叫完滿結束 都叫做一個... 中途的結束先啦 也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再去交代 那...如果... 呃...看了... 即是有...真是...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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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追...這麼多集的 有什麼意見呢 希望大家留言告訴我吧 如果你說...呃... 沒有的 看到最後... 即是...終於完了 進來看一看 聽到我說這番話 也都...不妨告訴我 為什麼覺得這個系列 不是那麼吸引的地方在哪啊 不過... 不是那麼吸引你就 沒什麼理由再... 再刻意留言告訴我吧 怎樣都好啦 總之有意見 就請發表啦 都想看一下 尤其是... 即是... 如果... 你說... 始終... 看了這麼多集的觀眾 究竟有沒有跟我同感覺得 譬如... 就是... 這個DLC是... 故事太...太多啊 太多書信要看啊 呃... 又或者... 我有沒有交代得到呢 就是... 關於啊... 啊... 這個故事 我自己就覺得最大的問題 其實 gameplay方面呢 呃... 由於我繼續保持一個 low chaos 不殺人啦 而... 不是很多工具去幫助 不殺人 去制服一些人 你看我大部分時間 都是等機會 要不是雲戰 要是跳下去 勒人而已 而這些地圖呢 相對都沒有說 啊... 原本Dishonored的故事 那麼特別 呃... 有更加多的地方 讓我可以... 游走啊 又或者... 原本Dishonored系列 起碼我可以 心靈控制人 你又可以假裝 變老鼠啊 那些東西呢 在Life of 燈和裡面 都沒有 因為Life of 燈和 你說的都是殺手之王呢 其實他比較多的技能呢 是... 呃... 類似... 怎麼說呢 類似是... 是... 是用來殺人的 你看到我一路的技能都沒有點滿 還有一些技能呢 是可以叫一些手下出去殺人啊 那些呢 我都沒有用過 因為要不殺人嘛 所以其實有些... 好像... 浪費了這個DLC加入了的一些新元素的 那...但是沒有辦法... 呃... 就是為了不殺人 也都... 其實不殺人的故事 我覺得... 比較... 講得過 因為講的是 DLC殺完女王之後呢 那個... 呃... 心情啊... 那個心理狀態呢 很有改變嘛 那我不知道 如果沿途我繼續殺人呢 BillyLuck一邊看著我 殺那麼多人 他會不會覺得... 你都...你都不是心軟的喔 那更加不背叛我啊 還是怎樣呢 還是他會... 看到... 覺得... 你一個這樣... 即... 逢人... 都會殺的 那他... 會不會... 就是... 最後不給一個決責 我去決定他生死會自殺 我都不知道 可能要嘗試一下... 我想我會上網看一些... 說... 如果是High Chaos 就是盡量殺... 殺殺人的玩法呢 最後那個故事會怎樣 最後結果會有什麼不同 肯定... Outsider 最後講的那一番說話 就不一樣 因為最後他說我放過了 BillyLuck 是放過了一個... 叛途的人 那... 如果我殺了他 就一定會有另一個說法 但怎麼說呢 我就不知了 那... 可能就這樣 我最後做過不同的決責呢 都已經會有... 起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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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呢 就看那個... High Chaos的... 玩法 或者結局是怎樣啦 好... 那看完片尾 都翻了出來 Life of Dunmore這個版面 就... 這個... 那... 轉期... 二文錄呢... 就原本結束啦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最後的Blightmore Witches 會... 怎樣... 將整件事來個總結啦